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家人透過郭曼實業擁有股動地皮 郭曼發表聲明披露陳茂波太太許報名的公司 將股份賣給的家人是他的弟弟 但卻沒有交代價錢 郭曼又說會將農地由七糧絲估值 之後公開招標 完全撤除利益關係 林美揚報道 郭曼實業的聲明 連同公司最新周年新報表 傳真給傳媒 郭曼指由陳茂波太太許報名 擁有的Orient Express 去年10月已將股權全數賣給弟弟許家倫 為了提高透明度 原本持股的另外三間英屬處女島註冊公司 亦將股份轉回個人持有 現在三名股東分別是許家倫 許報名的者夫歐長城 以及與許家倫一樣地址的馬正閒 但聲明沒有交代Orient Express以甚麼價錢賣股份 亦沒有交代多間海外公司的股東是誰 聲明又說 由於陳茂波去年擔任發展局局長 政府又推動發展新界東北 引起公眾猜疑 郭曼心感不安 因此已委託策良師 將農地估值 完成後按市值公開招標出售 完全撤除利益關係 郭曼的聲明又解釋 為何由陳茂波親自簽租約 指陳茂波和歐長城 當日是代表郭曼 與不願搬走的鍾先生接觸 並且協議以每半年六十元租金逐租給他 郭曼說除了這幅農地 公司沒有其他資產 亦沒有從事任何其他商業活動 至於陳茂波指 農地是買來做休閒之用 郭曼說那幅地長時間由歐長城打理 種了不少果樹 小朋友小時候會入去栽種除草 摘果為樂 歐長城現在已經七十幾歲 小孩子亦都已經長大 因此近年很少到農地 有聲電視記者林耀恩報導 陳茂波的太太 許報名發聲明指 因為農地事件心感不安 將股權賣給他的弟弟 售價是與當時市場水平相約 是實質出售 不過聲明亦都沒有透露價錢 他又說自己是專業人士和事業女性 有獨立財政和投資 將部分積蓄投資在土地樓房 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之後 已經不再投資香港物業 並且主動出售手上的物業 去年10月出售股動農地股權之後 在香港只是擁有自用的商業 和住宅物業連車位 又說丈夫擔任局長之後 她和家人受到極大困擾 除了夫婦二人一直被跟蹤 近日子女亦都被跟蹤 甚至截停他們的車強行拍照 對此深感遺憾 希望傳媒尊重之人